中国股市星期四收盘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 创33个月新低 沪深两市12月15号单边下挫刷新低点 从1月到9月底 今年沪深两市总市值已经蒸发3.38万亿元 近90%的股民赔钱 10年股市股民高速赔钱 与房价涨了10倍的房市相比 真的是惨不忍睹 中国股市A股近期跌回到10年前却还不见底 15号收盘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 创33个月新低 上证综合指数收盘跌47.62点 至2180.90点 跌幅2.14% 深成指报收8871.09点 跌221.94点 跌幅2.44% 股指创下近三年来新低 对A股投资者而言 持股十年不再仅仅是零涨幅 而是负增长 南方都市报14号头版的标题就是 十年如一梦 股市昨日回到十年前 12月13号 上证指数收报于2248.59点 回到2001年6月14号的原点 与其他投资对比 十年中的GDP从不到10万亿增长到近40万亿 而对上海北京的房价来说 很多地方的楼盘 10年来超过10倍涨幅 股市投资与房地产投资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十年股市难道不过是一个骗钱的骗局 杨子板报近期针对近4000名股民进行调查显示 87.26%的人表示 年内炒股亏损 亏损10%以上的达37.37% 亏损在10%以内的占49.89% 而沪深两市财富蒸发速度更为惊人 北京日报消息 从1月到9月底 今年沪深两市总市值已蒸发3.38万亿元 相当于11.15%的居民存款 已经从股市消失 2011年 中国A股表现 在全球主要股值也是倒数第一 据报道 虽然欧盟陷入债务危机 但法国CAC 英国-100% 德国DAX指数的跌幅 依次为16.53% 5.98% 13.3% 而陷入经济僵局的美国 道琼斯指数还出现了约4%的上涨 即使受海啸、核辐射危机影响的日本 股市下跌也只有约15% 而今年以来 中国A股互指跌幅19.92% 深城指跌幅25% 有评论指出 中国股市之所以如此荒唐 是因为上市公司将股市视为提款机 企业获得利润和填头 都不去搞实业 上市公司以次对冲坏账 赚货币超发带来的利润 所以中国股市不仅是政策市 也是第二央行 上市公司所谓的股票 在本质上和印钞机没有任何区别 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张厚奇 也通过微博炮轰A股 现实中 A股的私募股权投资腐败 老鼠仓 股价操纵 内幕交易 黑幕重重 中国证监会日前通报了 广东中恒信涉嫌以抢帽子手法操纵市场 累计交易金额571.76亿元 非法获利4.26亿元 创A股市场记录 另外两起老鼠仓案件中 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和许春茂利用职务之变分别非法获利1000多万元和209多万元 更为严重的是自200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改革重新启动之后 A股上市公司队伍中新增了724名新成员 合计募集资金额接近万亿 今年以来共有252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其中55家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 占21.8%的比重 股民得出的结论是 这10年腐败第一的政府好话说尽坏事干绝 新唐人记者宋风李若林综合报道